今天呢,你可是真得着了啊 最近有很多粉丝给我私信,说那个炒秋葵不会炒 一炒吧,都黏的糊糊的,都是黏液那个 川哥今天就给你分享一些 怎么炒秋葵没有黏液 首先呢,我们把秋葵给它清洗干净 秋葵呢,去头去尾,给它切成一块 在家里边吧,就不用这么浪费了啊 因为把酒店制作,需要那个成分的效果更好一些 在家里边吧,就把那硬梗去掉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准备一有块这个五花三层肉 把这个皮,五花肉这个皮给它去掉 然后呢,再把这个五花肉切成八厘米左右的厚片 然后再改刀成条 最近呢,秋葵也是非常活的啊,各个酒店也都卖这个秋葵,都说秋葵吧 一丝男人的加油蛋,这大伙都懂啊 其实川哥认为是啥呢 你出面是扯毒的,你秋葵要是那么好使的话 那不用那啥了 哎,然后呢,再切点这个小太椒丁 不能吃辣的就别放了 再准备点这个虾皮,干虾皮 看什么,所有配料都切好了,秋葵 瓦肉条,虾皮,太椒丁 然后虾皮呢,加入这个温水或者开水,给它浸泡一下 因为把虾皮比较咸 这时呢,我们开始制作,锅烧热我们加入色拉油 如果家里边制作呀 为了省油啊,你秋葵可以分两次到三次炸 你别人川哥似的啊 在酒店里边花一锅川炸足了 所以说吧 方式方法大家伙吧 自己掌握一下 然后呢 把虾皮水分吸干,也倒入锅中 把虾皮给它炸炸干了 水分炸炸干了 为什么这时吧,用手勺去看 秋葵吧,有点微微边上,有点微微发黄那种状态 我们那就给它倒入控油 这时那秋葵已经炸炸干了 水分,那个粘液已经炸没了 然后呢,锅中再次放入少许次了,油和香烟别放多了 然后放入五花肉 把这个肉给它炒熟 炒出香味 五花肉炒至表皮有点微微发黄了 然后我们放入太椒丁 把这太椒丁那个辣味给它炒出来 然后呢,我们放入秋葵 这时呢,我们开始调味 加入3克精盐 1克味精 再烹入少许味鸡鲜酱油 然后呢,炉火开成大火,用铲子炒出锅气 这样爆炒秋葵就做好了 秋葵炒好了,吃个尝一下味道 刚说口是,秋葵是有香,就是类似于干香那种口味啊 秋葵因为啥呢,它过油炸了 过油炸吧,就是说口感偏干一些 不是说像飞水炒那个,就比较清淡,比较脆 秋葵过油炒这种炒饭吧 它炒完了吧,秋葵它不黏,没有那个黏液 你要想飞水炒,那炒的秋葵是非常黏的,但是那种炒法吧,口味是非常清淡的 这种口味吧,就是 比较融合味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伙喜欢圈哥的美食视频 欢迎大家转发点赞加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